接下來我們要上的重點叫做共振 共振就是 敲A B會響 敲A B會響 這樣叫做共振 一個東西振動 引發另外一個東西一起振動 這樣叫做共振 所以這是我們會做的實驗 就是我敲A音差 結果B音差會振動 敲A音差的時候 然後這個A音差的音箱空氣傳過去 傳到了B音差這裡 就使得B音差也跟著一起動 這樣這個現象叫做共振條件 如果要能夠發生共振的條件 就是它的頻率要一樣 頻率要一樣 這兩個音差的頻率要一樣 才會有共振 不一樣就不會有共振的現象 所以條件叫做頻率相同 考試就考你這個頻率相同 會發生共振的現象 這個實驗我們會做 共振的現象 共振的現象 這個是一個日本的水洗的影片 這個東西叫水洗 我有錄過 那我用日本的影片 不是我自己的影片 就是你摩擦的時候 那個水面會振動 這個現象就稱之為所謂的共振 沾沾水去摩擦旁邊 水就會有一些震動的刷現象產生 對 那個花粉 這叫共振的現象 這個東西叫水洗 那 說明共振 那重點就是特有頻率相同 L特别 东西发出声音的时候特有频率 然后来举一个例子 这也是考设计考的问题 钢琴的键 按一下 按两下 按三下 很快按 会不会你犯 不会变的啦 不会 就是都的音 都的都就都的音 这是不会变的 特有频率 特有频率相同 它才会有共振的现象 它要共振的现象 OK 所以那这里 所有的弦乐器都有一个共鸣箱 共振箱 就是要用来让它的能量集中 能量那比较大 所以才有足够的声音 你如果那个吉他 它不是有一个箱子吗 你如果发神机 把那个箱子里面灌满了水泥 你再弹一大就没声音了 因为共振箱就没了 不然把它拆掉 就那两个 就就就就那一根到底放两根 放六根弦 再播没有什么声音 就希望它少了一个共振箱 共鸣箱 所以弦乐器都需要这个共振箱 共鸣箱 让它能够把能量集中放大 然后才有足够的音量 所以就问你一个 调音师调音 调音的方法很多种啦 有人不用机器啦 有人纯粹平耳朵啦 那么传统的就是拿个音叉 通常是那个什么A调 拉的音叉 四来四后的 敲按 如果有共振 这个声音就对了 再用这个来做基准 请问你这种是利用什么原理 这个是利用啥原理 让它产生我们的调音呢 很简单 帅哥 33号 什么原理啊 你共啥 那有个专有名字叫做什么 共振 共振共鸣 共振共鸣 请坐下就是利用共振的原理 共振的原理啊 那这还个小问题 那音叉为什么就可以这样子就有共振 那是因为它的托形很单纯 那个我们后面再给你教 最后是跟各位介绍什么叫共振重点 两个东西要能够发生共振 条件是它的频率要 一样这件事记住就可以了